大家好,湾区自博,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们陈川这个地方 也是属于临港的一个地块,项目就是我们的新城城越之江 我们地处的位置也是在我们陈川这个地铁站的200米至300米之间 大家看到我们这里也有一个陈川地铁站的指示牌 我们就看到了,陈川地铁站,我们过南站也只有三个站 一个距离,非常近的,我们回到香港是很方便的 由香港西九到南站再过来这边也是一个小时大概踏10分钟 或者15分钟左右,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85,95和115的四房两位,我们这个项目也有 带装衫和毛皮的交付,有两种产品 大家看看我们这里也是一个街铺来的 街铺其实也很成熟的,外面也有很漂亮的绿化戴 大家也可以将镜头扭上去看看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个在建和将要交付的 因为现在外面也都做好了,只是单在内饰 有些是带装修的就是做装修 大概在明年的六月份之前就交付使用了 大家在这里看到我们周边的环境 还有我们对面也做到一个曼达双圈的综合体 现在我带大家进去看看我们的区位和我们的羊板间 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就进到我们的销售中心了 今天请到郭先生和我们做一个介绍的 你好,我是这边的现场治疗顾问 我姓郭的郭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麻烦郭先生和他们介绍一下 好 我们这个项目叫做新城城月之光 位置是位于陈村的一个TOD版块 这个TOD里面是有一个现成的 广州7号线的一个地铁口 现在陈村地铁站就是来我们的项目 大约40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 从我们的项目步行过去的话 就仅需要七到八分钟的一个步行的路程 这里是400米左右的距离 没错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这个楼盆和周边有一个对比 是的 这个就麻烦我们视频室在这里数一数 另外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活动 有一个特价 不过这个特价 这个活动时间不会拖很长 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做一个活动的 这个是特价 没错 特价的房源里面有毛坯和精装 两种选择 有分的 有毛坯也有精装 没错 有部分是毛坯 下面这两套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精装部分的交付标准 上面那些就是毛坯的交付标准 现在其实我们的楼园都有两个不同的 没错 而且这些房源是非常上手的 如果有看对的话到时候要尽快出手 因为这些房源基本上我们一挂上来很快就卖光了 好 我们在区域这里 郭先生会和我们 就是将我们这个新城城越之江区域 周边的情况和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 刚才介绍到我们的项目来这个地铁口大约400米左右的路程 是 现在已经开通了这条7号线的话 是可以直接坐车去到广州的潘元市中心 从我们陈村站出发 刚刚说的介绍 三个站都可以到达广州南站 是 再坐六个站就可以到达汉溪长龙地铁站 以及南村曼博的一个CBD 这些是好中心点来的 没错 从我们的项目到刚才说到这个潘元市中心的话 大概车程都是20分钟左右 就是直接有地铁线直达的了 是啊 反正现在去的是地铁上盖 都熟上盖了 三几百米的东西 而且的话 这条广州7号线的话 就是接驳广州多条地铁线 刚刚也介绍到 好像广州南站可以换成广州的2号线 还有在长龙地铁站的话 可以换成广州的3号线 包括在南村曼博地铁口地铁站的话 亦都可以换成广州的18号线 现在这条7号线的话 终点站的话 在大学城南这个地铁位置 未来的话 还会延长去到广州的黄埔方向 因为这边有一团东段的话 已经在终点了 现在这个7号线 又暂时去到大学城南站 没错了 都很远的 飞到的 到时候的话 又开通到黄埔方向 所以这条7号线的价值 真正的话 等它两边 一个延长线 开通了之后 价值会更加提升 那麻烦你和我们 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周边的情况 好的 好像我们项目周边 可以看到旁边 已经有一个 在见的一个万达广场 就在我们现在的项目对面 这个万达广场的话 是一个和碧桂园的三浪汇地化 它有一个超级级的写字楼 一个200米的地标 和一个酒店式的公园 现在都在建的 而且是准备封顶的 另外的话 它连接地铁下面的话 还有一个地下的複合商业体 到时候就由上至下的话 都是有一个大型的综合商业 这个地下的複合商业体 是本身我们这个项目的 不是我们这边的项目 而是万达地下的位置 这个地下的複合商业 主要就是类似那些地铁的 地下步行街之类 即是电通的 是的 接迫地铁站位置 而且周边的话 那些很旺长 是的 现在周边的话 好像广州这些地方 是比较多地下的複合商业 因为地铁人路量会比较大 所以它的商业做起立新的话 会比较成功 而且周边的话 学位 这些现成的都已经有配套 包括我们家门口的农会幼儿园 亦是准备今年九月份开学的 是的 即是我们住在这里 也带有很多学位 是的 因为本身 现成有在读的学校在周边 医疗方面是怎么样 医院的话 我们这边项目 来南方医科大学 顺德医院的话 就大概直线距离1.5公里左右 从我们这边过去的话 车程大概5分钟左右 这个医院的话 是属于我们这边层村 最好的医院 哦 很近的 是的 医疗 教育 商业 我想问一下 赛市场那些有没有 赛市场周边有两个 就是民生那些 是的 因为很多猫都要关心这个生活配套 赛市场的话 在我们项目周边有两个 一个在前面的赤花市场 项目的话 还有在这个碧桂园对面 还有一个赤花市场 大概在我们对面这个位置 嗯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一个团教市场 都是在我们项目对面 三龙湖的位置 是的 这两个市场都在周边 另外的话 在我们正对面 就是东南方向的话 有一个新的地块 到时候都会准备配件 一个大赢的综合市场 在哪个位置 大概就是在这个 陈村站的东南各方向 嗯 在这个位置 都是我们项目的对面 嗯 因为这个已经规划了 今年预计 今年开始下来招标 这个地块 嗯 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香港过来的 交通的途径呢 嗯 如果从香港过来的话 这个交通的话 就可以坐在现在的一个高铁 高铁 从西九龙的话 直接出发 就可以到达我们这边的 广州南站了 是的 因为现在已经是正式 恢复了通关 嗯 从香港过来的话 车程也是非常方便 直接坐高铁 可以到达我们的广州南站 那在南站的位置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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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沿着这个高铁 对 到南站 南站就转地铁过来 在南站 我转地铁7号线 就到我们的项目 陈村地铁站 即可到达 也就是说只需要 要换成一站 在广州南站 全程都是轨道交通 没错 随时都是一个小时 放松一点 没错 那在区域方面 还有什么 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区域方面 还有一个 一个 比较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是属于一个 林广半大一边的 核心资产 所以的话 也是我们整个 越港澳打湾区的 极点之一 可以说是 我们来这个广州的车程 和距离的话 就是相当近的 因为广州的话 就作为我们 国内的一个 一线城市 房价一直都是高居不下 刚才都介绍到 周边的一个房价了 所以我们的项目的话 就对比起 旁边广州 价钱上面 一个巨大的优势 现在其实 陈村这个地块 对于广州来说 很多广州人都过来 是的 没错 因为广州不僅的地方 这么多贵 射了很多商户 过来这边 是的 麻烦你和我们 说说我们 在沙盘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位置 在哪里找到自己 我们现在的位置 就是在 草木售楼中心这个位置 在哪里 在消灾中心 哦 方位的话 我们现在面对的方位 就是北面 靠我们这边就是南边 上北阁南 刚刚介绍到 项目售楼部 正对面的位置 就是沙盘会的地块 就是曼达广州 就是曼达广州 是没出的 曼达广州 也是在看着 肉眼看得到的 工程进度 而且距离对面 碧桂园 这个项目 沙盘会的住宅 也是今年就收楼 现在我们对着这里 是什么 碧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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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达广州 我们现在站在哪个方位 曼达广州 在我们正前方 现在看到对面的一个 在电等的位置 看到那些排山 哦 即是碧桂园的后面 是吗 它们是 连在一起 你可以说是一个地块 三距离的地块 哦 哦 好 那我们现在在手 是哪个棟楼 目前我们在手 主要是 毛坯的六座 和七座 七座没有放出来 这个模型 其实跟六座的高度一样 多少层 两梯六湖 26层高 26层 26层 隔空的话 下面的话是有少量的商铺 隔空层 是有六米的一个隔空层 哦 现在六栋和七栋都是毛坯的 是 没错 六栋和七栋都是毛坯的 分别的单位有多少 多少 三种互形为主 好似我们现在零一和零二的 互形 就是在手的85平方 三房两位的设计 185平方 毛坯的总价去到多少 大概目前优惠原的价钱 大概180万到190万之间 嗯 那么零一和零二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零四和零五 这两个互形 这两个都是三房来的 这两个三房的优势就是一个 坐北朝南的一个设计 而且是大入户花园 面积所谓比85的会大一点点 而之后的话 它一样是做到三房两园的设计 一个南北通透 因为它多了入户花园 可以通过入户花园的架空层 作为一个逼流 这一个先给我们介绍到 就是我们的七栋和六栋 就是做毛坯的 一二单位就是八十多 八十五栋 那在毛坯的情况下 它都做到三房两园 是的 两个卫生间 因为现在很多 买楼的话 都比较关注这一个地方 是的 不用欠厕所 是的 现在因为人都 三四个人住 就担心这些东西 是的 很多时候都会欠厕所 是的 所以我们设计师 都是专门设计两个卫生间 嗯 嗯 刚才我跟你说的 四五单位 是95方的三房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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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放下 这个不是的 就这个95方 好 看看先 哦 95方 0405单位 嗯 座北向南 哦 座北向南 还有是03和06单位 是 那就是115平方 4房 115 115平方 4房两位 没错 4房两位 这个 做一个南北对楼的设计 哦 南北对楼 这个会不会便宜一点呢 大单位 大单位的价钱 单价目前来说 在我们小区来说 就会比三房的收益 税少 哦 它更贵一点 没错了 因为它总体来说 就套数比三房是要少的 哦 而且位置的话 设计得都是比三房的位置稍微好一点 嗯 因为它做一个单边位 南北对楼 没错 单边位是贵一点的 嗯 另外呢 现在很多都生二三胎 都需要到这些大单位 4房的需求 这些比较多 好 那或者你和我们再说说 是大装修的 有哪些呢 那如果大装修的话 可以看看现在我们 八栋和二栋的位置 哦 八栋的话 现在就比较集中 在一百一十五方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位置 哦 八栋是一百一十五方 其他的三房的话 基本上都贩卖了 嗯 还有就是二栋的话 就可以选择到三房的 零四零 即是九十五方 嗯 还有也是刚才说 零三零六 这些一百一十五方 都可以选择的 哦 即是零一零二没差 嗯 零一零二那边是向什么 向南 向北边 向北边又反而这么好买 对 因为可能客户 有些总价会比较低 哦 那边偏干稀一点点 哦 明白明白 因为那边向北 可能是同向南 有价差的 没想到 那带装修和毛皮的 相差的价钱是怎样的 如果带装修的话 如果和毛皮的话 在我们这边平均说 大概都是差两千元左右 哦 这个单价是差两千元 没错 单价差两千元 但是就具体房源 就具体去谈 因为每个位置不一样 明白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不同的楼层 不同的座向 都有不同的一个价格 是的 没错 那我们花园里面有些什么配套呢 小区花园里面的话 有配套一个独立的游泳池 哦 有游泳池的 对了 成人和儿童都有 还有一个1200方的阳光草坪 这个位置到时候 业主可以在这儿 去办一些生日宴会等等 公共场所来的 哦 都可以踩进去的草坪 是的 没错 还有就是我们一个儿童游乐区 它就连住亲子活动区 到时候 就是一家人 可以和小朋友在下面玩 嗯 照顾到长者的话 这边有一个鱼洋区域 那时候老人家可以在这儿 例如打打太极、捉獎棋等 小區還會配合一條450米的一個環形跑道 喜歡運動跑步也可以在小區樓下進行運動 游泳池也有,球場好像沒有嗎? 有兩個羽毛球場,在白洞和九洞中間會設計兩個羽毛球場 哦,看到了 除了兩個羽毛球場,一代二洞中間 還會有一些有養的健身器械 到時可以在一代二座樓下進行有養運動 其實很多康樣設施都有 是的,因為小區設計會照顧到整個全靈團的居住人群 從小到老人家都有自己的活動空間 基本上,山本和區外情況都了解了 現在我們去看看羊毛房 現在來到我們115方的這個羊毛房 入湖可以看到我們有一個圓關的設計 這個入湖花園 到時候鞋櫃的話,可以到入湖花園這邊 另外這邊,因為它是一個陽台 相當於陽台一樣,到時候交流是一個湖南 然後再進來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我們一個陽台 到時候這個陽台的話,就可以將這個場打了之後 就做一個客房 或者是長輩房 非常實用的 是的 這個是後期自己再去改動 另外的話,我們這個湖花園是一個南北對流的設計 因為客廳開間的話,是去到4米的一個客廳開間 那這邊北面的話,是一個飄窗的設計 飄窗的話,它是一個全陈送的一個面積 對啦 跟這個客廳的大陽台做一個對流的效果 可以參觀一下我們這邊的廚房 廚房亦都可以採用這種U型的廚櫃設計 對啦,比較實用 而且有預留的一個冰箱位 裏面這邊有三間房 其中有客房和主人房,兩個衛生間 公共衛生間的話,亦都是帶這個飄窗 可以看到光線是非常充足的 客房的話,可以利用飄窗的話 同樣打造這種類似塔塔位的形式 主人房的話,到時候衣櫃和大床都需要自己搭配 但是我們主人房飄窗的位置設計得非常巧妙 就是一個270度的直角飄窗 無論是彩光或者景觀的話,都是做到極致的 這邊是我們一個85方的三房兩圍的護形 它同樣的話,是一個0102對稱的設計 旁邊的是靈異單位的護形 我們看到入門這個位置可以作為一個鞋櫃的設計 因為我們的過度相對設計比較廣 而這邊的話,就是除房位置 同樣都可以做一個優型的除櫃 不過旁邊有預留冰箱位置 再進來的話,就是餐廳和客廳的位置 這個護形的話,是一個三米三開間的客廳 可以容納正常的沙發和一個比較正常的電視櫃 背景長的,到時候自己可以再搭配一下 可以看看裡面的房間 房間裡的話,這個都是設計了三房兩圍 有公共的衛生間 以及一個可以改成房間的一個陽台 這個的話,就好像剛剛一樣 都是要到時候自己改造的 房間裡的話,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飄窗做到最大的 所以到時候也可以利用剛才的塔塔米設計 將床做過去 主人房的話,也是85方難得有一個主人房的衛生間 六樓衛生間 到時候一家人的話,就不用搶廁所 這邊飄窗的話,同樣都是採用270度的直角飄窗 也可以當作儲物空間 也可以當作一個比較好的採光效果 我們是一個95方的三房回形 入門可以看到,同樣都是有一個入戶花園 鞋櫃的話,可以到時候參考在這個入戶花園裡面 我們一個過度同樣都是設計比較廣 如果外面的鞋櫃位置不夠用的話 可以考慮在裏面再做一排儲物櫃 這邊的廚房的話,同樣都是一個U型的廚房設計 如果我們這個客廳的話 就會比剛才下方的85方的客廳多了30公分 是3.6米的一個開間 而且這個壺形還有一個純藍向的設計 可以看得到,彩光和陽光都比較好 同樣都是做到一個三房兩位的設計 有公共的衛生間和一個獨立陽台 這個都可以到時候改成其中一個客房或書房 主人房和客房相對比85方的酒位更大 我們又回到總結的階段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接下來要講的話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一個購房政策 以及一個需不需要貸款,需要什麼程序 現在由郭先生和我們首先說一下我們這個樓盤有什麼優勢 好,我們項目的話 因為一個地處剛剛介紹到的地鐵常蓋 在臨近陳尊地鐵站 從我們這邊坐三站可以直接到達廣州南站 非常便宜 地鐵就是三個站去到廣州南站 沒錯 在廣州南站可以直線到我們的西九龍 非常方便 從廣州港高鐵就可以回到西九龍 如果港客回來這裡 其實就是一個小時至15分鐘左右 沒錯 而且全程都是高鐵或是地鐵 非常便宜 全部是軌道交通 另外一個其實我們這個位置 去廣州很多個地方都非常方便 去到南站基本上我們地鐵線 就像落地開花一樣 沒錯 你想去哪個地方就自己找哪個地方去轉 沒錯 除了這件事 我們這個樓盤還有什麼可以吸引到我們一刻呢 還有就是我們這邊陳村這幾年的發展 因為政府現在都是大力發展高薪科技產業 亦都在打造一個城市名片 好像我們這裡的陳村TOD一樣 是的 亦都引進了好像萬達廣場那些高端商業 所以未來的話 陳村的一個居住環境是得到一個質的提升 其實陳村的地塊很明顯 之前真的很便宜 是 看著升 是的 那些地價很便宜 對 比起其他震監是便宜 對 因為我有個朋友可以住在這邊 而且是本地人 所以那些可以說都是拆二代 所以現在的地塊真是貴了 第一個有軌道交通 另一個又真是臨港 所以是非常多客人過來買的 沒錯 是的 商業方面有萬達 醫療方面也有陳村醫院 陳村醫院 陳村醫院 例如魚生、小食等 在陳村醫院都可以找到 陳村醫院也有魚生吃嗎 對 很多地方有 是的 是的 港人回來買房 有甚麼需要注意或有政策的事情 現在我們這邊是一個不限購的區域 吐數或是沒有一個限制的 而且現在都不需要打殘客 正常香港人的話 在大陸買房 就持有一個通行證和身份證 就可以正常購買 嗯 還有就是貸款這方面 現在大部分都可以做到 香港人的一個貸款 即是有一個家銀行都支持 嗯 那就可能要提供一個 就是收入證明 銀行流水這些基礎資料 是的 是的 那你說收入證明和銀行流水 我想知道是對大陸的收入證明和銀行流水 還是對香港那邊呢 現在總結來說 就在大陸這邊有收入證明和銀行流水的話 就稍微好些 如果你說提供香港的收入證明和銀行流水的話 還要和銀行那邊稍微溝通一下 因為有些銀行是可以做的 有些銀行也是做不到這樣 因為我知道你現在靠房政策也都放鬆了 對港人的要求也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都很希望吸收到一些港客 回來我們大灣區 是的 沒錯 有很多都是可以看香港流水 但這件事也是分一個時段 是的 即逐步會完善 因為包括銀行 它都是想 服務這麼多香港的群體 它不單止是做大陸的一個購房客的一個貸款 它可能會考慮多方面 是的 基本上我們現在所說的東西 都是符合了我們 即是給我們客戶想了解的東西 都同樣說了 我們現在在在這間的陽板房裡面 是115房 115房 4房兩位 大家看到了 開間非常富 4米多 4米 4米 我以為有4米2 因為我想到壁板做了一些 是 藍北通透 是 服務廠房 風餐廳 十個八個坐在一起都可以 是的 這個房價 大裝修總價大約多少錢 大裝修總價大約是280萬 290萬左右 280至290萬 不是這個差距 亦跟我們的樓層有關係 是的 另外一個呢 如果是毛坯呢 毛坯的話 大概是250至260萬左右 250至260萬 我先計算一下 它的裝修快到40萬左右 三十多至40萬左右 因為還有一個樓層位置 可能有些不同 嗯 因為好像我們現在有些 徵裝修的樓層 總價來說 就是270幾 都有 哦 270幾都有 對 即位置可能落層低一點 位置不一定在比較好的位置 哦 那是 落層低一點 肯定價格力一點 嗯 總結來說 差價就差 20至30萬左右的一個裝修費 嗯 大概 哦 對了 我想問一下 你們的樓層最好的樓層是哪一層 哪幾層呢 都沒有說最好的是哪個樓層 基本上 類似我們現在 基本上 越往高層走 價錢越貴 可以記得 但是有些人 反而喜歡一些 中低一點的樓層 不需要太貴 是啊 因為有些三四十層的 四十多層都有 嗯 這邊 不是說 越高 就是越好 因為很多人都不習慣住高層 所以 嗯 那些是我們吹水的 是是 誰喜歡哪一層 其實就是看客戶有沒有需要 對 看自己個人的需要 我們今天的介紹都差不多了 辛苦了郭先生和我們 真是磨多成招 不辛苦 不辛苦 希望我們的客戶 看到我們的影片 就多點回來找吧 沒錯 一個好地方 亦都是我們一個蘭花 一個蘭花的種植基地 沒錯 很出名 全球都文明 陳村粉 吃的就不用說了 大家都知道 涉尖上的順德 好了 這期節目差不多了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在我們節目結束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灣區置業 OK 下期再見 拜拜